社交传播可能比想象当中更重要 比如说大家看到这种图片 如果左边的图片是你的 你会不会发朋友圈 当然会发呀 对吧 第一个说明我长得好看 我底子好 他才能画那么好看呀 对吧 第二个呢 说明我懂科技 我玩AI 我愁 是吧 那什么样的人不发朋友圈呢 就是弄出来太丑了 你会发朋友圈吗 你朋友说不定还借机嘲笑你说 那个你看对吧 AI也是无能为力 这个时候你就不发朋友圈 然后下面是个真实的例子 就是我自己的公众号上 我用了Lanza 然后我给他生成了一些图片 然后每一张都非常非常丑 然后我就在公众号上批评了他 说实在是太丑了 虽然我肯定不帅 但是肯定也没有丑成那个样子 丑成都就是不像人类 然后过几天呢 我老婆好奇 她就玩了一下 然后她画出来的就很好看 然后我就只好在朋友圈 发了一条朋友圈道歉了 说早几天用Lanza画头像 她把我画得丑死 于是在人工智障进化论上 发泄了骂了一顿 然后今天老婆大人用同样的软件 画出来的图片 漂漂亮亮的 果然不是算法问题 是我长法问题 对吧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对于画的不好的 其实你就不太会去分享 除了我这种为了写公众号是吧 我就会在上面分享一下 然后说你看她画的不好看 但是对于画的好看的 我就会忍不住把它发出来 然后我老婆也会发自己的朋友圈 那大家就会问 用什么画的呀 用Lanza画的 这其实就是帮她在做广告嘛 所以我们在想说 我们自己在做AI产品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考虑说 有可能我们的第一波的营销对象 不是终端用户 而是KOL 就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他们需要什么样子的东西去传播 那所有的KOL都需要头像 所有的KOL都需要说 我在玩一个新鲜的东西 我们能否在这方面做优化 帮助那些KOL生成 能够帮助他彰显形象的东西 让他帮我传播 这个时候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省掉大量的广告费用 能够让自己病毒式营销爆炸起来 好 好 好